春节过后 日本赏鹰的季节即将热烈展开 即使现在开始准备 似乎都有些太迟了 但没关系 这些资讯几乎每一年都适用 我们综合了许多网站的预测 与鹰鸣所排名 一次全部告诉你 各位公众友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红叶跟鹰花呢 可以说是日本最迷人 也最具有代表性的季节景观 尽管已经有许多部落客或者网站 抢先公布今年的赏鹰攻略 我还是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观点 整理相关的资讯提供给各位参考 首先根据目前公布的预测 今年的鹰花将会比往年更早 其实由于今年异常气候的缘故 过去这几年都有越来越早的趋势 而去年更由于一般所谓的暖冬 导致红叶风况迟到或者不佳 但这个暖冬的说法可能必须要调整 因为未来很有可能都是如此 相对的由于气温上升 樱花也就会提前开 关于这一点呢 在我12月初去京都的时候 就看到有新闻报道 所以 回来就顺便把三月赏鹰的饭店定好了 我的资讯来源主要是两个日文网站 日本的气象新闻 Weather News 它直接有一个SakuraCH樱花频道 以及日本气象协会的天气 天气.jp 以下就让我根据Weather News 1月11号公布的首波预测 以及各地代表性的景点 再加上Tanky.jp 去年各地人气景点的排名 按照时间顺序一一为各位介绍吧 三月就是要去日本赏鹰 但是你有发现日本住宿跟机票都涨价了吗 现在隆重介绍守护荷包的神器 Surfshark VPN 帮助我切换到日本的IP位置 跨境比价就可以省下一笔旅费 而且住饭店使用公共的WiFi Surfshark VPN还建立一个安全私密的连线 并对我的个人数据跟网上活动进行加密 避免各自外泄 我个人还是推荐直接购买Surfshark One这个方案 因为里面除了VPN 还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防毒功能 Surfshark Antivirus 一样一键就可以扫描装置 是否有任何威胁或者病毒 也能及时侦测跟防止病毒危害我们的电脑 现在很容易遇到可疑的连结或者档案 所以真的要小心 Surfshark VPN 现在有30天不满意退费的服务 立刻开始体验 点击资讯栏的专属连结 或者输入我们的优惠码 CTOKEN 就可以获得公投间新年专属优惠 来多送你5个月免费使用期限 现在就来试试看 事实上根据Tanky.jp 在1月11号发布的新闻 今年福岡的梅花 比去年早了24天盛开 你说这样到底要怎么预测呢 至于樱花预测也是日本全国最早 大约3月17号开始 以福岡市的樱花名所 武鹤公园为代表 而根据福岡市旅游官网的介绍 距离福岡市中心天神步行 大约15分钟的武鹤公园 以福岡城址为其象征 自然景色四季分明 是福岡市内赏鹰最为知名的公园 而园内并设有田径场等等的运动设施 并且临接大豪公园跟福岡市立美术馆 一到春天就有很多赏花的游客前来 非常热闹 而且全年有不少参观完美术馆的游客 来此休息 富有浓厚的文化气息 受到当地市民的喜爱 至于整个福岡县的人气排名 第一名是在福岡市东北方距离博多义 自驾大约35分钟车程的小丽丁吞山观音寺 感觉有点像是淡水天原宫之于台北车站 其次是东南方竹前丁的草场川之鹰并幕 特色是跟油菜花相应程序 搭电车加巴士大约一个半小时 至于前面提到的武鹤公园 则是排名在全线第三 也推荐大家回头看去年制作的 福岡新景点跟铝树的影片 虽然说樱花都是由南往北 但令人意外的 或许是受到都市气温相对较高的影响 因而东京都的樱花通常都早开 提到东京最传统知名的英明所 毫无疑问就是上野恩赐公园 也就是大家知道的上野公园 为了体会东京上班族嗓音的氛围 将近20年前我就去过 但也只能说体会一次就够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如果根据Tanky.jp的人气票选 东京都前三名依序是 木黑川清晨庭园公园 上野恩赐公园 而如果包括整个关东地方 则是河口湖畔北岸 因为可以拍到樱花跟富士山 澳日光中禅四湖的附近 还有东京都的木黑川 各位可以发现 无论是哪一个排名 木黑川都列名其中 可见它近年人气之旺 而根据东京旅游官网的介绍 木黑川是东京数一数二的赏音景点 中木黑川两侧大约一公里的步道 种满樱花树 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樱花盛开之后 就成为一条架在河川上的花之回廊 在中木黑樱花季的期间 夕阳西下之后 便会有灯笼沿着河边亮起 在当地乐团的祝贺中 附近的居民会铺着蓝色的野餐店 聚集在樱花树下举行宴会 推荐在路边的摊贩购买啤酒 享受日本悠闲的幸福氛围 当然东京都的范围之内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它的私房景点 或者延伸到廉仓的鹤岗八帆宫 也是值得前往一日游的地区 接下来的英明所有一点令我意外 竟然是位于太平洋畔 我非常熟悉的版本龙马的故乡 四国高知的高知公园 其实真要说的话 它跟前面提到的武鹤公园一样 就是古代的城址 不同的是高知城依然保持良好 也是目前提到的第一个 已成为背景的英明所 高知城的天守是1749年重建的 是日本全国唯一保留整个本丸建筑群的古城 更是现存12座天守之一 而能够将追手们跟天守 拍在同一张照片中的 仅有高知城而已 因此也成为非常受到欢迎的摄影景点 如果再加上樱花 那当然更珍贵 若以整个四国地方来看 它则是排名第三的英明所 前面还有爱园松山城 以及香川的顽龟城 奇妙的是 皆以与天守并存的樱花景观为诉求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或许也算是四国保存着许多 中世纪地景跟风貌的特征吧 接下来开花这三个地方现世 正好是我们日本47也都介绍过的 就将它们一并说说吧 位于中部地方明古市的鹤舞公园 是明治时代开园的第一座公园 西侧是以喷泉塔为中心 花坛和玫瑰园延伸的西式花园 而东侧呢 则是拥有蝴蝶池 昌浦池的日本庭园 园内有750株樱花树 有一点像是东京上野公园般的角色 而九州熊本的熊本城就无需多言 之前我也曾经单独做过介绍它的影片 也曾经在樱花盛开的季节前往参访 无论橙和花都有一种格外阳刚的气质 我也很期待有机会能够见证到 它在地震复原后的样貌 至于中国地方的广岛 平和纪念公园 原是为了纪念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遗迹 也是世界知名的目的地城市 如果在樱花季节到访 或许景观跟建筑本身未必是最美 甚至还带着一点沉重的气息 却更能深刻体会到 稍纵即逝、落花无常 与日本精神的对应关系 此时不仅是赏音 几乎已经达到精神跟思想的层面 难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会将这里作为认识日本的窗口 另外在中国地方的人气票选 还推荐广岛塔之风 岛根Cherry Lord 广岛千光寺公园 再加上岗山的罗生门 以及美甘树场等等 先快速提到给各位做个参考 经过前面狂扫一波 从中部九州到山阳地方 让我们回到跟历史相关的场景 一个是德川家康晚年最爱的居所 靖岗县的骏府城公园 根据官方说明 骏府城在历史中拥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此处为德川家康 以敌对家族人质的身份成长 并在成为将军之后又回来的地方 其实也就是金川家的金川馆的旧址 家康在这里一直住到过世为止 骏府城在封建时期的尾声已经四分五裂 而且墙壁在1854年的大地震当中崩坏 不过最近数十年又重建了许多城门跟碉堡 重建的部分包括采用所谓 结形门风格建造的东玉门 而同样在东海的英明所 还有鸣鼓屋城公园 靖岗富士陵园 靖岗小国神社等等 至于接下来京都的蓝山 之前我们才在关于 至光之君平安时代的京都影片当中提到 它从王朝时代就是皇室跟贵族喜爱的度假圣地 当然由于观光客非常多 若要好好享受美景 可能就必须付出较高的费用 入住到当地的奢华旅宿 但绝对是一生之体验 而如果是整个禁忌地方的人气英明所的排行 还包括宾库县神河丁的英华园 大阪造壁局 大阪圣尾寺 以及京都府的玉市人和寺 和湄公大社也提供参考 接着来到中部跟东北 根据日本中部旅游官网 在战国时期 高远城曾经是武田信玄的城堡 但随着枝田信藏对这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并且成功夺取 这座城堡的历史也因此变得颇然壮阔 明治时代高远城时成为了一个公园 当地的武士们就从鹰枝麻场 挖掘了许多的樱花树 移植到公园里面 现在城址周边共有1500株的樱花树 其中有20棵树林超过140年的古墓 而500棵树林50年以上 此外高远城址公园的樱花品种 是高远小彼岸樱 这是一种特有的品种 被指定为长野线的天然纪念物 高远小彼岸樱的特征在于 花形小 颜色红 如龙一般的树干 蜿蜒盘旋 视觉冲击力极大 享有天下低音的盛名 到了樱花的花旗 这里满眼尽是春樱的景象 看上去仿佛是漂浮在空中的一团团粉色的云朵 至于北陆地方的人气排名 还包括富山县旭日周川 新系汤泽中央公园以及樱公园等等 接着来到东北宫城县 根据旅东北的官网 流经大和园丁内的白石川合体旁 种植的樱花树绵延近8公里长 直到临近的柴田丁 被称为一木千本樱 大约有1200株的樱花树 共逐了樱花隧道 树林皆超过90岁 在樱花盛开的期间 藏王莲峰的银白残雪 和缤纷绽放的粉色樱花树 映照在清澈的白石川上 交织出绝妙的春日风情 除了丁内的居民外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 为一堵樱花美景而来 附带一提的 此处也曾经被人气的部落客 赵丸志的贝歌写道 是他目前在日本去过的 20多个赏樱景点的第一名 因为能够一次满足电车 樱并幕藏王莲峰三个元素 在同一个画面 可以说是最梦幻的赏樱景色 如果你都错过了之前的日期 那没关系 4月中旬之后呢 东北的青森县和北海道 都还有机会 根据红乾城的官网介绍 红乾公园是日本最有人气的赏樱景点之一 春天的樱花节 秋天的枫叶节 跟冬天的雪灯笼节等等 根据不同季节举办各种活动 因此也是当地人前来休憩放松的地方 江户时代建造的红乾城 是红乾公园的代表建筑 也是全日本为数不多的 珍贵文化遗产 最近受到鬼灭之刃热潮的影响 也有许多人专门前来观赏 跟主角造门探赤狼的妹妹 迷豆子名字相同读音的 500年的古术 Nezuko 另外红乾公园还有个隐藏的景点 该景点是因为两颗樱花树枝交错生长 而在天空中描绘出新型的形状 成了社群平台上面的热门话题 另外推荐的东北英明所 有被誉为世界一的青森县岩木山 福岛县夏井千本荫 以及秋田八岩等等 最后我们来到北海道 根据韩馆旅游官网 获得国家指定为特别史基的五棱锅遗迹 是一个自然景观丰富的公园 春荫 夏绿 秋风 冬雪 四季独特的景观让人回味无穷 而景林的五棱锅塔展望台 上面可以将巨大新型的橙锅 一览无遗 其实对于我们木莫历史爱好者 或者黄金神威的观众 更清楚地知道 五棱锅正是物城战争最后决战之地 也是新选主的副长 土方遂山捐躯之所 增添几分被撞的气息 其实北海道这么大 赏花的地方当然不止一处 在全道的花剑排名中 前三名是道东知音龙上公园 美背市东明公园 二十间道路阴病墓等等 都一并提供给各位来认识 或许各位也好奇 我有没有自己的私人赏音名单呢 由于今年的重新 放在京都历史的探访 所以除了上述提到 仁和式的玉式音之外 市中心的顶法式六角堂当中 也有一株知名的早音 据说这里将会是 京都最早开花的地方 也宣告春天的来临 算是具有特别意义的景点吧 相信大家也都有赏音的经验 或者私人口袋的名单 欢迎留言分享 让这部影片的留言区 成为未来每一年赏音前 必看的资讯来源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最重要的是感谢本集干爹 Surfshark VPN 这次的广告赞助 各位公友们 也别忘了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工头间观点的 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